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联络官 包括各三奖层来与我们探讨 关于中共在新疆设立的集中营 和在西藏设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班 这两个主题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各三奖层你好 你好 首先由于中共在新疆地区所实行的 在教育集中营政策以来 新疆问题越来越国际化了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据了解陈全国 也就是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他是实行这一政策的头号人物 首先请你可不可以对这个人的政治背景 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大家好 陈全国没有调到西藏设立的党委书记 以前他曾经在中国的河南河北 担任过省长 副省长以及代理省长 当然陈全国曾经是中共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由于他有很多这种基层的工作经历 从他的这种履历来看 他曾经当过兵 也在最基层的工人做起 所以中共对他的评价是 第一个工作经验丰富 第二个掌控这种全聚能力很高 第三个对他的最大的评价 也是所谓的政治立场坚定 因此这样的一个任务 中共认为北大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疆地区 来担任中共在西藏的这种最高领导 以及后来调到新疆 可以看出北京的中央政府 对陈全国这个个人是非常看重的 你刚才介绍的时候 提到陈全国曾经在西藏自治区内担任过官职 那么在他担任期间都实行过些什么政策 那陈全国来自2011年 大概是8月份调到西藏自治区 担任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 那我们要回过看一看 从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以来 也就是说从51年开始 前提时期的协议 到59年 专业担任南马流亡到印度 那中共在西藏的领导 有很多的这种更替 那我们从59年到80年代 基本上在西藏当中最高领导的 都是曾经有这些军人背景的 也就是说曾经参加过很多战友的 比如不管是任容也好 英法堂也好 都是以军人背景的管理西藏 那从80年代以前历史非常清楚 那到80年代 胡耀邦这种时期 曾经有一个少数民族 吴京华调到西藏 那算是一个文人治理西藏的开始 但是吴京华曾经在西藏推行的政策里面 有些比较温和的政策 由于后来的胡锦涛调入 就这种文人治理西藏的政策 慢慢地从一般的 就是说温和的文人 慢慢在西藏的这些政策里面 走向非常强硬的这些路线 从中共派的西藏 不管是胡锦涛 以及后来的陈奎源 以及张其林到陈全国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因此呢 陈全国刚调入西藏 那我们从对他对西藏政策的这种思路 以及对西藏问题本质的这种定义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那陈全国刚进来 他对西藏的定义 但是他认为西藏即使中国的一个边疆地区 非常重要的一个边疆地区 又是一个贫困 就是说或特别多贫困连片的一个地区 所以呢 他又认为这样的一个地区里面呢 又是达乱分裂集团 分裂和进行分裂活动 以及进行深口的一个主要的战场 然后在主要的战场 他对这种思路里面呢 他就把对西藏问题的政策 是定位为应该对 就是说把反分裂 而坚定政治立场 这些呢 需要作为一个 就是说治理西藏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政策背景 因此呢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在西藏 没有调到新疆之前呢 他就推出了大概 六大的一个 在西藏的政策的一些措施 那我刚才介绍到 那个陈全国 他刚调到西藏以后 对西藏政策也好 对西藏的这种定义 那他认为呢 如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呢 他认为 那要走群主力路线 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根本 因此呢 他刚调到西藏 他就开始让万民干部下乡 也就是说 从每年抽调 两万多名干部 排出到整个西藏自治区 各地 各县 各乡 各乡镇 各城镇 那在连续五年的时间里面 他大概派 就是说 派出了十万多干部 进入的各个的藏人 藏人的那些 城镇居民区里面 而且 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实行当中呢 他必须是 就是说所谓的 责任者呢 就是 围围到个人的身上 比如一个干部 一个干部 你进入的城里面 那你必须跟当地的城里 就是说 两至三户城里 形成一个绝对关系 那 哪个家庭发生问题 也就是说 不稳定因素 或者说跟 所谓的 跟分裂有关的 任何的事情 那直接跟这位干部 就关上关系 这样以后呢 就是说 每一个家庭里面 整个西藏自治区的 每一个家庭里面 都有干部进驻 形成了一个 每天全天后的一个 监督的一个 网络化的管理形式 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现在也看到 成全国在新疆实行的 这种集中意政策也好 或者说 便民警务长 全天后的监控 这些政策呢 在国际社会上 引起了很大的 这种关注 但是呢 成全国在 新疆现在实行的 这些政策 完全是他以前 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曾经在西藏实行的 所有政策 照搬到新疆 实行 由于新疆 蒙斯利的那个背景 以及人数众多 虽然在成全国 在西藏实行的政策里面 也包括了所有的这些 但是呢 并没有引起更多的 国际社会的关注 都没有现在这么高 其实实行的政策 是一样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 在整个西藏的 就是说 一般人员进行这种监控以外 成全国认为 对西藏的寺院 是最主要的一个 达来集团 渗透的一个重点 的一个战略 认为呢 他对寺院的加强管理呢 他认为 应该是工作的重心 因此呢 在成全国刚刚担任 西藏自治区的领导以来 他就派出 七千多名干部 进入到各个寺院里面 包括在各个寺院里面 建立 中共的领导绑子 管理体制 以及 在寺院里面 他就推行了几个政策 第一个呢 叫做他在推行的 这个政策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六个一工程 所谓的六个一工程 住在寺院里面的干部 必须跟一个寺院 一个生人 要交朋友 那交朋友以后呢 就对这个寺院的家人 进行一次摊房 要看看他家庭的情况 摸清他的家庭的情况以后呢 需要给那个僧人 或者说给那个家庭 就说采用一种 小恩小惠的方式 解决一个困难 那第三个呢 所以他爸就开始 建立一套档案 建立一套档案 为什么建立档案呢 就是说 那个僧人一旦出事 拿这个连带的责任 不计那个干部会出事 而且他的家人也连上了 家人的这种 平常的这些优惠政策 都会被取消 这样以后呢 就开始有个 传通的一条联系渠道 他说这个住室干部 跟僧人 建立一个这么一个机制 最后 行政一够 寺庙有管理委员会 寺庙呢 有寺庙 包括生理 还有家庭 以及各种协调 变成一个 就是任何地方 不能出事的 这么一个机制 那在这样的机制的那种 联动的情况下 整个西藏的僧人已经被管控的 就是没法走动 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呢 他为了体现西藏各个寺院里面的这种 所谓的和谐 或者说对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 在集中学习班也好 因为他需要办一个 这个里面需要一个久有功臣 所谓的久有功臣 第一个 各个寺院必须体现出一个爱国的这种倾向 那他认为 寺院里面 你除了供佛 所见母女佛 或者说佛祖的像 他认为必须佛 中共的各个领袖的像 那他把那些大的中共领袖像 从保子东 到邓小平 到江泽民 到胡金涛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习近平的像 现在有习近平的像 所以必须要挂 那在国际社会来讲 你看所谓的寺院的终架信仰自由 或者说你寺院不是共产党的 就是信仰共产党 你是信仰 释迦牟尼佛的 但是你必须要供那些领袖的像 这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第一个 第二个 寺院里面必须有国旗 那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内地的各个寺院里面 现在也得搞这些升国旗的意识 其实呢 在成全国主政西藏期间呢 由于在西藏寺院里面 要进行升国旗意识呢 引起西藏各寺院的这种反抗 反抗以后呢 就又进入工作所进行镇压 我们知道 从2012年 最大的事件发生在西藏的比如县 那比如县 当时完全成了一个孤岛 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吴英杰 他是带领军队武警 就是说 一年坐镇在那个比如县 进行管理 因此呢 就这种严控的方式 由于没有人向外 就是说更多的透露出来 就是这种信息的封锁 监控呢 在西藏寺院里面这种 升国旗意识呢 有了很多这样的反抗 那当然 有了这些以外 用了有效的便于管理寺院 所以呢 美国寺院必须通公路 有路 有水 当然这是一个政策 还有有电 除了这些以外 他还需要 每个所谓的寺院 你就是一个学佛学的地方 一个佛学 你出家委身 那你必须一个 尽心的休息地 但是你必须有广播电视 有通讯 那这些广播电视 有报纸 有文化书 这些说明他共产党 他需要把共产党的这种宣传的 这些所有的机制也好 所有的宣传的这些资料 让一般的僧人去学 这样影响了僧人他 本身他需要学习 这些佛学知识的这种机制 全部被破坏掉 因此呢 陈全国在各个寺院里面 所谓的六个一 或者是九有工程呢 是引起了各个寺院的很大的反抗 或者说反感 但是呢 这些并没有引起很多国际社会的关注 当然作为战略行政中央 作为我们曾经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宣传 当时不像新疆县也现在关注得很高 那这样以后呢 就陈全国又把 以前文国的这种阶级斗争划算的方式 他就在照办了西藏 他要在西藏各个寺院里面 他要搞一个所谓的 模范先进 和谐 模范先进寺院 应该叫这样吧 就是一个表彰活动 就是说每年的西藏寺院里面的30% 就要评选住你是个模范寺院 那就是算计和谐 也就是说 你这个寺院里面没有发生过 所谓的分类的什么活动啊 或者说 有关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达磊集团 用他们的语言来讲说 达磊集团在这里面的 有些什么渗透的一些活动 这样的呢 他就选出一个 就是说 在整个西藏自治区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呢 他有1700多的寺院 1700多的寺院里面 他每年选出一个 模范寺院 那对这些模范寺院 他们要进行很多物资 金钱上的这种奖励 进行大事的宣扬 然后在四万多生理 就是说生理里面 他又选出一些 爱国先进的这种生理 那进行 怎么讲的 就这些物资奖励 一旦 这个原来德国这个模范 就是说讲表彰的 一旦你出现一个 稍微的一些不稳定因素 那这不稳定因素 他就连作 连打进行 就是说 朱连九族 那他的家人 住室的干部 包括本身 包括私人 都会遭到打击 所以呢 成全国在西藏实行的这些政策 完全跟现在在新疆时期的政策一模一样 这种管控面 完全达到了整个的西藏的所有的寺院 所以呢 对寺院的管控呢 就是已经是达到了这种 完全是就是说规模化的 管理化是非常有效的这种程度 因此呢 就生理里面呢 有些所谓打击对象 有些所谓拉拢对象 因此这样呢 就是说 虽然说 有人说成全国治理 西藏五年期间呢 没有大的事情发生 其实呢 在西藏首富拉萨 也发生过自焚事件 西藏的东部 很多战局 也发生过自焚事件 那有些发生的事件 被完全广阔 完全封锁以后 没办法向外透露 而认为呢 现在是就西藏社会是很稳定 这种结论是非常错误的 那第二个 除了寺院以外 那成全国在西藏实行的 最大的一个政策 叫做双连户政策 那什么叫双连户 双连户 也就是说 把所有的西藏的这种 不管是城镇居民 或者说一般的普通的农牧民 他以五个户 或者说十个户 为一个单位 那这个各单位之间呢 是都是 其身利益 都是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这五个单位 我们五个单位 形成了一个联房户 那联房户里面 任何家庭出现一个问题 其他四个家庭的 所有的利益都会遭到损害 那所有的联房户当中间呢 它是相互 互相监队 互相监控 互相监督的 也就是说 比如 你需要在银行里面贷款 那你联房户需要相互担保 你得到的利益 如果你一旦出事 那比如一家出事 其他四家 或者说其他九家 都会有意见 那就会进行 就会被 受到这种 堆积 那这样以后呢 你看 从矛盾就不分里面 一旦出现矛盾就不分 所谓的 要么的梦芽状态 或者说 有任何的因话 要大家都可以一起负责 所以呢 这种 以前在国民党 那些非常实际 曾经实行过的一些政治 共产党全部照放在西藏的实施 那这种呢 在整个西藏 它成立了 14万户这样的联房户 那整个剧就是福开率 达到了300多万战略 形成了一个全天候的 一个监控机制 把所有的西藏的 管控在这样里面 那特别是 曾经全国担任西藏 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后 曾经当时 2012年有 很大一部分战略出来 能够参加 专家大阿南的一些法会 但是呢 2012年开始 上交所有的 普通战略的护照 全部 不仅是 手交护照 而且全部撕掉 不再发放任何护照 而且把曾经来 印度 参加国 最大阿南的 法会的所有的 这些人 集中的 有些是一个月 有些是两个月 全部集中在一个地区 进行所谓的这种 政策宣传的 在学习活动 那些活动是 从2012年开始 一直在举办 所以陈全国在西藏实行的 教那个 就是说 补教那个 把那个就是 收教普通藏民的 护照到学习班 以前一直在实行 除了这个以外 那 陈全国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 所谓的设立 便民警务障 所谓的便民 其实一点都不方便民主 从那个大昭寺的 不断拉宫这些层层都是 有些是15公尺 就有一个警务障 也就是说 你像进入机场还可以了 所以你就要进行 就搜身检查 那我们现在 我们都大概现在知道的 我们大概知道 整个拉萨市 就有160多个列州 所谓的便民警务障 所谓的便民警务障 这个里面 它每个警务障 它都是有两三层楼 里面有完全的 现代化的监控措施 那便民警务障 跟便民警务障 之间他们都是 就所谓的连返 连勤 就是说要出境 来什么地方出事 马上就在几分钟里面 可以出动警务 那在便民警务障 整个西藏自治区 有600多个便民警务障 遍布的整个西藏自治区的 各地各乡村 需要这样以后呢 它就需要招收很多警务人员 所以就会招收很多 社会上的这些 现在人员 招收的那个所谓的 附近里面进行协助 那哪里出生 哪里发生 任何事件 它都会第一时间 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里面 在这样的一些政策措施 曾经有一个叫做 保假警的话 就是说他们做一个模拟活动 陈全国到那个布达拉宫跟前 就马上报警 说哪里出现问题 那结果是 虽然这是一个报的一个假警 但是呢 假的那个警报 假的警报一响 就我们得到这个消息 当时在五分钟的时间里面 就是可以集中所有的警察来 就是说应对突发事件 后来陈全国调到新疆以后 也听说同样他就搞了这个活动 结果在几秒钟 也几十秒里面就可以到位 因此呢 现在在新疆 就所实行的政策 完全很多都是从西藏原来的政策 就是套过去的 然后中共对新疆实行再教育 以对藏人实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班 你觉得这两个之间的相同和区别在于哪里 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这两个政策的确切介绍 当然我刚才前面介绍了 陈全国在整个西藏自治区域 他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措施 那这些政策措施呢 由于在西藏当时 实际上我是刚讲的寺庙 就是说牧区 农牧区包括城镇 城镇化就是有很多分割的 所以呢就不像穆斯林那种 这次穆斯林呢 他是据那个报道 就是说上百万的呢 就他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 这种学习集中 那个规模呢 跟西藏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 西藏他并不是 把几百万 比如几百万西藏人 或者说僧人 几万僧人 他统一集中的一个地方进行 这种所谓的集中营 他是全覆盖性的 因为各个寺院里面进行全天候的监控 24小时监控 各个住村里面全天候性的 也跟那个各个户户 各个户户就是说形成这种打员干部 就是叫做接亲联队 直接跟各个联合 变成这样的一个监控形式 所以呢 在新疆有也有些 他的那种抗争活动里面的主要有些 所谓的中共所谓的那种比较暴力性的 所以呢 好像不像西藏那种这些住村干部 他不敢以两个住村干部 好像不敢进住在新疆的各个村子里面 也不敢住在那个新疆的每个当户的人家里面 西藏他那些排除的干部还需要住在每个家庭里面 所以呢 那种斗争的性质稍微有点曲本 或者说中国的干部对那种新疆民族有种恐惧感 他并不敢住 因此呢 他需要动有新疆的这种军队 或者这是武警力量 把这些所谓需要监控的这些全部集中的一个地方 而西藏是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全天候的这种联放性的自己监控 我认为有区别在这个里面 中国政府对藏人和新疆地区 突决于穆斯林进行各种洗脑式的教育 你觉得透过这一系列的强迫式的政治教育方式 这能够解决问题吗 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对 那我们都知道 中共对成全国在西藏 治理西藏五年 对它的定义是西藏的社会稳定 所谓的经济发展 在我们看到一些中国官方宣传的一些资料里面 说西藏的经济从这个 GDP的增长是11% 12% 13% 说是全国最高 它有这种报道 第一个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成全国治理西藏五年 按照中国的说法 经济发展是很稳定 但是呢 这是在整个西藏 不管是周边的战区所发生抗议活动最大的这个阶段 这些我认为应该必须面对的一个是你认为你用这样的一种监控 就是说强控的形式 就是说一是有些大型的就是说大的这些抗议活动会被那种强制的压下去 但是并不能表明人家已经富了你或者说幸福于你 比如成全国曾经中国在西藏大型的搞这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活动 那你要搞民族团结 你还要搞那个邻居人心 那怎么样去进行民族团结 你要民族团结 你必须要尊重那个民族 少数民族 你要尊重他的民族尊业 你要保护和 怎么说呢 就是说弘扬他的这些文化宗教信仰 但是你把所有的人的尊业 你都被 就怎么说呢 就是踩到你的脚下 你认为你收复了人的人心 那样的政策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那你在搞民族团结 你不去 就是说你不去去看 真正的民族团结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而是你把民族团结 你看在西藏实际上 民族团结就是战航同婚 那战航同婚呢 又把它作为一个各地大元干部的一个政绩 那什么地方战航同婚的人数多 也有个大元干部会得到提升 那那些战航同婚呢 有各方面的经济上的物质上的 或者说那种地位上的这种提升 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移民同化政策的一个作为 所以不会得到藏人的认读 相反这样的一些不满的心理和压制心理 每天都会爆发的威胁 那同样你现在在新疆实行的所谓的在级主义 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多的抗议活动 少数民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满情绪 说明你的政策 或者说你现在所实行的这一套出现了问题 那现在中国的做法是 你出现的问题 你自己不去追究 或者说你自己不去生瓦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哪怕所有的问题 可以一股老的可以推到 在新疆你可以推到极端的宗教司令 或者说国外的一些渗透 在西子完全可以推到 尊者达尔喇嘛 或者说站在新疆中央的头上 这样就形成一个在当地认知的官员 没有任何的追究责任 可以完全推到在国外的所谓的敌对势力 这样既可以拿到中央的钱 也可以自己可以提升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这样的政策绝对不会有得到实质性的成果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的专访就到这里了 感谢歌唱监睁能够在繁忙当中触控时间 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感谢普普多吉的采访 也感谢挪威西藏真身电台的所有观众和听众